以往我们会说是 它是机器自动化 但现在是它还可以推论 然后去创造 那这个就是要去思考说 未来你可以跟AI怎么协作 我天天工作不知道为什么 这不是我的理想 这不是我的目标 这没办法实现我自己 当机油跟脑都可以被机器 大力辅索之后 那人就可以真正开始做自己 去年有电视台的同仁 丢给我一本书叫2030工作地图 那里面他就开始挑战 就是说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AI取代 它里面讲了很多连创意工作者都可以 那因为去年我们都玩了很多深层式AI 比如说绘图的啦 然后文转文文转字文转这个声音文转图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思考说 难道他会取代创作者吗 不会 但是我现在可以透过给他指令 做出一张poster海报 那我需要的能力是 我有没有办法给好指令 做出一个很厉害的poster 那这个就是要去思考说 未来你可以跟AI怎么协作 年轻的各位 我可以跟各位保证一件事情 如果你知道怎么用 让你的生命的幸福度 绝对可以拉到我们前一辈 拉不到的境界 这是我非常非常羡慕各位的地方 希望大家记住一件事情 它最重要最重要的核心目的 并不是让我们升官发财名利双收 因为到了AI的社会以后 因为生产力够的时候 大家都有足够的财富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做不大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彼此对自己更好一点 现在显然我们没有做到 AI这方面都可以有贡献 有这些工具以后 希望大家记住这件事情 最后的目的 就是我们彼此对彼此更好一点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